今天盘中来讲我们看到市场形成一定的分化 这个分化是什么 昨天涨网剧前的今天是跌幅剧前 昨天我们看到光伏设备 比如说BC电池 TopCom电池 IGD电池 这些电池端相应的在今天早盘是跌幅剧前 其他讲话一些题材类的 尤其我们看到AI人工智能 英伟达这些相应的在今天早盘也是跌幅剧前 对吧 以及我们看到在昨天支撑市场上涨的证券板块 在今天来讲的话出现了一定的分化 并没有起到一个很明显的大幅的上涨 那么今天整体而言早盘涨网剧前的 其实是两个亮点 第一个亮点是什么 就是在近期有利好消息的浦东改革方案 这个来讲的话 对于整个上海自贸区形成一定的拉涨 有超过失支 个股是涨停的 其他来讲的话 在接近于中午的时候 11点16分的时候 刚才可汗也中间讲到了 国资委这块很明确 把市值管理列为央企的这个负责的 咱们所说的一个考核范围之内 所以说来讲的话 今天其实是什么 中字头整个带领市场形成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反弹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从盘面上来讲话 中字头就是在11点16分 这个位置开始进入到了一个快速拉涨的一个阶段 所以说市场在这个阶段 我们看到是什么 可能下一阶段是一个19行情 我再次想调一下19行情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10%的板块和个股上涨 尤其是我们要关注一下中字头的这期 其二可能90%的没有赚钱效应的情况下 以及整个市场可能随着指数连续震荡下行 以及在今天 其实量能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放大 尤其在今天盘中 其实我们也看到像汇率这一块 在盘中形成一个快速跳水 所以说来讲的话 这块我们看到富士A50指数 也是形成一个大幅的下跌 所以今天来讲的话是一个分化性的行情 而且今天集中度比较多的就是上海自贸区中字头 那么下一阶段我们其实还是要看的是什么 比如说油字品种 这块能不能撑得住 因为今天盛中华 第12个版又出现了 所以说就是重板块 重个股 轻指数 年前就不会有一个太好的态势了 其实也不是 为什么这么讲 就是我们在近期来再强调 事实上在这个位置 他炒作逻辑是什么 你就像今天来讲的话 中字头 其实已经找到了炒作的逻辑 尤其在今天早盘的时候 我看到快速拉涨的 我们一定要关注一下 这个发文是谁发的 是国资委发的 所以说今天快速拉涨停的 就是国务院国资委 他的控股股东 一定要注意一下 就是我今天早盘看到 一个是国资委的 这是一个系 另外一个系是什么 就是中油系的 要关注一下 包括中粮系的 今天来讲的话 有两支是涨停的 所以说来讲 市场在这个位置 你要单纯从指数上看 今天其实有一个不好的现象 是什么 在前期业绩公布之后 连续拉涨的这些板块和个股 形成一定调整 比如说招商银行 我们看到在近期来讲 然后持续上行 目前是一个跌幅剧钱 这是其二 昨天我们看到 逆边器里面的阳光电源 昨天大涨 那么今天来讲的话 可以说是跌幅剧钱 对吧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 贵州茅台 今天跌幅剧钱 以及宁德时代 跌幅剧钱 就是这之前的一些 业绩公布良好的 而且是持续上行的 权重白马 今天反而是招到了资金的抛售 这是不是带来的市场 有一定的多杀多的局面 这个是我们要关注一下 这是七七二 其实我们看到 今天还是另外一个分项 延续昨天的 比如说美国50ETF 我们看到已经是三连板了 对吧 而且我们看到 像纳指ETF也好 纳斯拉克ETF也好 日金225ETF好 这些相应的海外的ETF 目前仍然是放量高举高达 就是他们的赚钱效应 急在这儿 包括今天我们并没有看到 北镇50 北镇50今天盘中 可大跌超过3% 这也就说明什么 整个市场其实是什么 就是局部有热点 局部本身产生了一定的分化 包括像上海自贸这块 相对而言 它今天集中在什么 一个是市值比较低的 一样子一听一下 就是我们看到 今天跌榜居前的 都是2023年业绩大幅增长的 并且是权重白马的 如果今天叫非要看 那么涨榜居前的是什么 是业绩不好的 我跟大家讲一下 业绩不好的 而且是壳资源的 并且是低价的 如果你打开盘榜 我们发现 超过60%以上的个股 涨浮榜居前的 是什么 是在10块钱以下的低价股 要发现没有 包括我们看到今天 还有一些什么 G差股 今天仍然是涨不几千 包括一些自信股 说明什么市场在这个位置 一头是什么 在没有赚钱向上的情况下 尤其是指数 那么一些油资品种 找一些超跌品种 找一些可资源的 找一些什么呢 垃圾股 然后炒作连续上行 这是其二 就是以中中华 刚才我们也强调 在这个阶段呢 他还是连续的第12重版 昨天其实也是什么 深交所很明确 给他一个问询函 你要公布一下 你这个公司 有没有发生什么重大事项 没有 那么继续今天涨停 同时来讲的话 今天中字头 今天开始进入到一个 我们所说的一些大的资金 阻击的范围之内 因为在昨天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上涨 上涨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什么 国常会 对吧 对于整个资本市场的听取意见 所以说 这是在前一天 晚间之后新闻联播播放的 然后证券板块拉涨 对吧 那么好了 同时还有一个小作文 是因为什么 路透社 这块公布了说 有一个两万亿的这么一个评论基金 可能在本周要公布 所以说就是这个利好消息 致使我们看到 不管是港股也好 包括人民的汇率也好 形成一个持续的上行 但是在今天我们发现的是什么 就是汇率贬值 包括我们看到外资流出 以及现在权重白马 它形成了一定的什么 一定的下跌 而且是今天是跌幅居前 包括我们今天看到创业板址 再次创出了 可以说是四年以来的新低了 又创新低了 就是昨天因为上涨了 很多的一些机名主动的抛售了 对吧 也就是抛了 抛了之后 今天一些基金它被动式减仓 这是其二来讲的话 雪球产品 对吧 我们看到近期出现了一系列的 所谓的敲入的风险 那么在目前会不会继续的一个 敲入形成一个调整 这也有可能 所以说吧 市场目前就是上涨的确定性 仅在于上海自贸和目前的中字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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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